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那今天我们来谈谈听经文法的水 每一个人呢 每天都要喝很多的水 所以呢 水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个议题呢 还要延伸到最近有缺水的状况 不过呢 也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爱惜资源 然后呢 好好的节省用水 那这个水呢 平常呢 我们在 不管是沐浴啦 或者呢 煮饭啦 所有的一切呢 都跟水有关系 我们生活所需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水有关系 那么我们的人体呢 其实30%是肌肉 骨骼 加上呢 70%是水分 那这个地球呢 有70%是水分 30%就是土地跟高山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们人类能够生活在地球 其实有个最重要的原因 都是一切呢 如履佛法 所以呢 我们从天上的天山神水来的 这个雨水也好 飓风也好 所有的水都是呢 这个上天赐给我们的生活的能量 那水的水量既然这么大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要每天呢 来好好的运用这些水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事业上面 在钱财 在家庭上 在健康上 最重要是你的健康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 有体魄 那我们才有办法呢 做成大的事业 赚进大的钱财 而且呢 可以维系一个好的家庭 所以呢 这些水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呢 是非常之重要 好 我们在佛教或道教里面呢 其实呢 有很多的经典都跟水有关系 水呢 我们常讲说 你现在走逆水济 好 什么叫济呢 就是你现在必须逆游而上 在逆游而上的同时呢 也代表说 你必须要奋力而为 那但是水呢 它可以冲刷一切的障碍 也可以呢 洗涤我们的心灵 所以呢 你看到那个土石流 这是让我们人类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我们去看海很平静 风平浪静 或者呢 去西边玩乐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溪水 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宁静自远的感觉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水与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息息相关的 每天都必须要经过 这个喝水 然后呢 吃饭 喝汤 然后接着下来呢 还要洗澡 洗手 洗脸 这些刷牙 帮助我们人体的健康 所以呢 水对我们来讲是 生活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没有水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包括很多的意外啦 大地震啦 你看啦 那些都是靠着一杯水就可以活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在不管你上山下海 还是一样需要水 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讲呢 这些听经文法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经过呢 美国以及日本的一些科学家认证的 我相信网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你们也可以有空的话就Google一下 好 海安老师要告诉大家 这些听经文法的水跟一般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来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放置在沙生地方的结晶水 它是杂乱无章的 而且那个结晶体是混乱不堪的 然后呢 放置在念佛经文的结晶水看到了没有 哇 是多么的这个正奇的 然后呢 又多么的漂亮的 所以呢 水它是有记忆的 就像我们的细胞 它是有记忆的 如果你每天呢 我们这每天念佛经文就会有很多的记忆 比如说 我念 不管念什么经文 心经也好 大悲咒也好 或者呢 其他心咒都可以 不管是经文或咒语的话呢 可以融合了在我们的意念之中 以及呢 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比如说 听经文 操经文 念经文 那 你看你喝的水 如果能够放在经文里面 那就不得了 但是 怎么样才能够让水放在经文里面 让它每天听经文法呢 等一下海洋老师会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好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呢 很多的经文 它有不同的含义 接着下来 我要告诉你们 经文的含义是什么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大悲咒 大悲咒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大师大悲的大悲咒 大悲咒呢 最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不悲苦痛苦之中 所谓大悲的话就是 让我们可以脱离悲哀痛苦的深渊 所以叫大悲咒 那这个大悲咒一般来讲的话呢 经文蛮长的 所以呢 我们的水杯里面呢 它有大悲咒水杯 这是大悲咒 好 我们每一个人呢 有前世业 还有累世的业 还有呢 本世的业 所以呢 不管是累世业 前世业 本世业呢 我们都要需要用到大悲咒 我一个案例呢 就是 有一个客户的妈妈呢 她就是用了大悲咒以后 因为她过病很久了 然后呢 常常会骂人 那就是好像 经常就会在家里发飙 结果呢 用了大悲咒的水给她喝以后 欸 她温和了 而且呢 变得和蔼可亲了 欸 渐渐了她心情都变好了 不再这样子狂叫 所以呢 这对她来讲是 等个家庭等于是起死回生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爸爸 她爸爸呢 她本来呢 并不知道爸爸病况那么严重 她也是用了大悲咒的这个水给爸爸喝了以后呢 这个爸爸呢 不跟她住在一起呢 已经 最近呢 你知道 这几年来呢 健健康康 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病痛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 大悲咒可以让一些老年人 或者小孩也可以 因为有些小孩生下来以后 她的本命业障嘛 或者病痛的话呢 其实用大悲咒的杯子给她喝水最好 那平常呢 如果她不用这个大的水杯 像这样大的水杯的话呢 你就把它倒在那个她喝的水壶里面也可以 那接着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班若波罗蜜多心经 班若波罗蜜多心经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念经文 观世在菩萨行身 班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无欲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还是要度一切苦恶 人生呢 本来就是有苦有难 然后呢 有欢 有离 有悲 有喜 所以呢 班若波罗蜜多心经呢 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经文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些经文呢 对我们都可以呢 帮助到很大 所以呢 你每天呢 不管是念大悲咒也好 或者念班若波罗蜜多心经也好 都可以帮助我们呢 消灾解恶除慧化上 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路财神咒 六种财神咒 每一个呢 生活必须一定要招财 水为财 那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呢 有动力 对不对 所以呢 不管你要上山下海 你要去工作 你都必须要有水 所以呢 财神呢 能不能眷顾你 很重要 你的正向念 意向念呢 正确的时候呢 财就会跟着你 你知道人有两只脚 财有四只脚 它会飞的 所以呢 你以为追财很容易吗 并不容易喔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呢 想尽办法来追财 那这个追财有很多方法喔 如果你的财神咒呢 是在你的水杯上面的话 那不得了 这是全球唯一呢 海洋老师特别为所有的 这个观众所制作的 就是绿财神咒 红财神 黄财神咒 财神咒跟黑财神咒跟财宝天王心咒 好 这些财神咒呢 当然呢 我们先讲讲财宝天王心咒呢 他是主管呢 这五大财神咒之王 所以叫财宝天王心咒 奥伯爬我哪的朔哈 那如果是黄财神咒的话 奥传把他证的证的朔哈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念 其实他的咒语非常简单 并不困难喔 你们呢如果有空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多念 比如说什么时候念最有效呢 早上去到办公室之后呢 先念个财神咒 比如说像做业务的啦 财快啦 或者老板啦 经理人啦 你们其实都可以念 要招财的话呢 增财偏财 他容易有让你发生呢 财源广进的状况 为什么你要去拜财神庙 何不把你的六大财神心咒呢 请在你的身旁呢 你就每天都会 有财神咒的加持跟祈福 帮助你呢 可以呢招财望运 好招财很重要 因为人没有钱 没有办法生活 所以呢这各路财神咒呢 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必须的 连小孩出生都要喝奶 对不对 他没有财怎么样喝奶呢 没有办法买奶粉啦 如果年老的时候呢 生病了更需要有钱才有人来照顾你 所以呢 从生老病死之间呢 我们就知道 钱虽然不是万能 但没钱还真万万不能 财神咒帮助每一个人呢 度过人生的一些快乐啦 或者困境啦 都跟财有关系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运用财神咒 这些财神咒呢 你里面呢 像这个杯子里面放了水以后呢 不管你放咖啡放水都可以喔 但是不要放酒 记住了不能放酒 只能放咖啡放水 你就喝了这财神咒的话呢 财运就会亨通 我要讲一个案例 有一个朋友呢 他跟我请了财神咒 这个杯子回家以后呢 他就放在他的神桌上 他每天都供一瓶水 他每天都喝水 你知道本来生意很差 现在生意好到爆 而且呢 开春以后啊 接了好多大单的case啊 以前都是每天都烦恼到不行啊 钱从何来啊 现在呢 钱会主动找上门来耶 多厉害 那个大老板呢 哇很开心 他们接的案子不是那种 什么几万块的 都是上百万几千万的呢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他非常非常开心 都会非常感谢 好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有一个朋友他开个店面喔 开个店面呢 他也跟我讲说 最近生意很差耶 那我怎么办 我说你就用个财神咒吧 这个杯子来喝水 你本身呢 应该要增加财运的能量 所以呢 他就本来呢 他脾气都不太好 然后看到客人会 不太高兴 就是说如果客人不买 我说你不可以喔 你 结果呢 他喝了财神咒以后 那咒发生能量了 开始呢 他何而可惊了 然后呢 客户呢 源源不绝了 你看喔 他就不会那种 板起脸来喔 然后呢 对客户不耐烦 诶 这个真是很厉害喔 所以你不要以为经文没有功效 经文的功效是非常厉害的 好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要施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呢 他是最厉害的 什么叫要施流离光呢 要施佛呢 他在发愿的时候呢 他是要救苦住呢 就是帮助一些呢 碰到呢 有病痛的 有心理病痛的 身体病痛的人呢 都可以呢 这个解脱 所以呢 这个 南无波切发地 悲撒受 吉利比利利 这个经文呢 是我每天都会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每天会帮很多的客户群 或者观众呢 帮他们念这些经文 让他们先消病痛 消灾解恶 当然其他的经文 我们也可以跟着念 那如果你家里有的人呢 心里不舒服啦 或者心 心里不健康啦 身体不健康啦 或者呢 他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不好的事情 心里更是痛苦嘛 另外的话呢 被 被盗财嘛 被骗财嘛 不管是骗财骗色嘛 都是 会让人家精神起恐慌症嘛 所以呢 这个呢 钥匙琉璃光呢 如来北院功德经呢 其实对大家帮助是非常之大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 这个经文呢 他可以化一切呢 于无形 就是让我们的运势变得更好 所以呢 学佛真的很好 大家呢 多运用呢 这些经文呢 帮助我们自己消灾解恶 那当然 如果你不会念经 没有关系 因为工商社会很忙嘛 所以你要用什么样的经 这个杯子 你知道杯子呢 他的水呢 在里面每天喝他 多少天会有效 你会有感应 49天以后 你就感应会很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水呢 每天在我们 学医里面循环以后呢 感应力会最快的话 大概就49天 因为要消除一些 不好的一些 不好的运势 所以呢 49天以后呢 你会感应力特别强 好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 佛母准提神咒呢 基本上来讲 我们先讲佛母准提神咒 他的大功效在哪里 这个准提佛母神咒呢 他是七千万佛母 七千万的佛之母 代表什么呢 他代表的就是 七聚之如来之母 七聚之呢 传统上 亦为七义 1234567的七 义是一义两义的义 叫七义 所以呢 亦为七义尊佛 你想想看喔 有这么多的尊佛呢 来加持我们的话 也代表说 这个呢 佛母准提神咒呢 这个七义尊佛呢 随事在我们的身旁 他随时呢 扶持着我们 随时保佑着我们 随时呢 让我们呢 在这个佛的加持之下 众先佛菩萨的加持之下呢 护体之下呢 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 让我们能够呢 在各方各面呢 都能够呢 顺顺碎碎 所以呢 这个呢 也很厉害的 佛母准提神咒 好 我相信呢 不管是学佛教的人 他对这些咒语 应该都很清楚 学道教的人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呢 今天跟你讲解的很清楚了 这个呢 一切诸大难呢 所有的人生的大劫难呢 都无能 可以 没有办法侵入你 不管你什么样的劫难啦 什么意外啦 这些就不能侵入你 所以呢 天上及人间呢 受福如佛等 佛呢就是护佑众生的 那福德智慧呢 无量感应很深 所以呢 这个呢 佛母准提神咒呢 如果你放里面的水呢 可以放水的话 像我这个是水 这个不得了 这个佛 佛母准提神咒呢 大难不清 大难不来 多好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呢 每天这些水呢 你喝下去以后呢 有七亿尊佛呢 祝你消灾解恶化煞 还不得了 所以呢 不管是 年轻的老的少的 尤其是 开车的啦 要工作 开夜车的啦 开进行车的啦 或者呢 你经常要骑机车送货的啦 这些比较容易发生意外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那如果做办公室的人呢 当然你偶尔外出 你要放这样的东西 当然也很好 但是很多人 会在假日的时候出去旅游 对不对 所以呢 佛母准提神咒呢 是可以呢 帮我们消灾解恶以外呢 还可以呢 让我们呢 功德广大呢 无为不至的首富我们的众生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对这些经文 有所了解 好 如果我们都学会呢 佛母准提神咒的话呢 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呢 有空的时候念一念 那这个经文呢 都放在我们的水杯上面 都放在我们的水杯上面 看到没有 所以呢 如果有空的时候呢 你就从慢慢的念 一天念一遍 三遍 七遍 到四十九遍 都可以 只要每天呢 念个这个 经文不是很长喔 蛮短的喔 所以呢 你们也可以喔 一天念个七遍 那七为一个集数 为什么我们一周有七天嘛 所以呢 你们可以念七遍 那如果你的运势不是很好 你就多念一点 就念四十九遍 七七四十九遍 就可以帮助你呢 渡过很多的困境跟难关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用听经文法的水 我相信很多人呢 不管是什么教 其实五教归一统 每一个教都有他不同的教义 你是天主教基督教 其实也是可以用 因为呢 经文跟教义是不一样的 这些经文呢 是很多的修行的大成就者 他们所诠释下来的 我相信呢 已经广传了几千年 所以呢 每一个人呢 其实应该好好的运用 这样的经文 让我们呢 每天呢 生活在这个苦难当中呢 可以呢 平平安安 看到没有 今年呢 2021年呢 跟2020年 实在是一个痛苦万千的一年 两年了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要能够呢 消灾结恶化煞呢 当然要了 不管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呢 有多么的辛苦 或者呢 多么的快乐 但是总是有不顺的时候 有出大太阳 总会有下大雨 刮大风 或者这个地震的时候嘛 所以我们每天呢 都必须要呢 心存善念 多学佛多念经 那多学佛多念经的话呢 让我们的运势呢 可以更好一点 那当然有很多的 基督教啦 天主教啦 你们呢 如果不学念经也没有关系 可以用水杯 其实水杯对你们来讲的话呢 也是蛮好的 因为呢 五教归一统 它最重的出发点就是 帮助我们呢 能够成就 帮助我们呢 能够呢 消灾结恶化煞以外 还能够呢 在事业上 家庭上面呢 都能够有大成就 或者在财运上面 有大的收入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好好的运用 听经文法的水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超 这个速度喔 会超乎你想像 这种速度 会超乎你想像 超快超直接 而且超有感的 消夜神咒 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呢 都需要 那这个呢 我们都知道呢 在今年度 你看喔 印度呢 他们有一条河 叫横河 每一个人在上面呢 掏迷啦 煮饭啦 尿尿啦 洗衣洗澡啦 我的天啦 甚至大号啦 大便啦 都在那上面 那你看印度人 他们抵挡困难的能量 有多强啊 但是呢 基本上呢 他们的寿命都不是那么长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爱惜 我们现在的水的资源 水的资源多么强大 多么重要啊 是不是 好 刚才讲过了 人体70%的水 跟海洋70%的水是一样的 所以呢 包括动物都一样喔 动物的水分也是70% 所以呢不管在 我们的动植物上面呢 都需要很多的水 你看最近水道 没有办法生长了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缺水了 另外的话呢 还有呢 很多地方在陷水了 很多的生意就不能做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 我们来好好的来 多使用天经文法的水以后呢 多发善念 多发善心 然后呢 好好的节约用水 我相信呢 水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活下去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佛母的准题神咒在第一个 看到没有 这个佛母准题神咒是七亿尊先佛 加持我们 七个亿万的先佛在加持 他随时在保护着我们 所以呢 这个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够修到这个准题佛母神咒来加持你那不得了 好那再来就是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这是我每天必念的经文 而且老师呢 还不只念一遍 我一天最少念四十九遍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帮大家祈福 帮大家加持消灾 所以呢必须要念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痛或者灾难 或者一些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都一定要先念 这个药师流离光如来 所以让我们有光明的前途 那接下来呢 这个是大悲众 大悲众就是我们凡世间生活的都有大悲大苦 当然像这一次的很严重的这个车官 就是太鲁阁事件已经死了四五十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种大悲众的叫救苦救难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使用大悲众 那大悲众是什么样的人使用最好呢 好我要告诉各位 像是药师流离呢 他是心灵上有问题的人 或者是经常压力太大的人 或者呢健康上 不是这样心灵的健康出现一些问题的人都可以用 那如果呢是大悲众的话呢 家里有一些老年人 那就可以给他用一些大悲众的经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班座波罗蜜多心经 班座波罗蜜多心经是适用每一个人 适用每一个人 其实这些经文是适用每一个人的 好接下来财宝天还心受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的 有财真好有钱真好 有钱就会快乐一点 要不然的话无钱真痛苦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在症状的困境当中 疫情的困境当中还有呢 这个变化 这个四局的变化 这么快速当中 大家抓不准嘛 抓不准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好好运用呢 听清文化的水 那当然我希望 我还是要重复的强调一次 就是少杀生多吃素 然后我们多念经拜佛 我相信这个世界和平就会很快到来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呢 先自律自修 未来自己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好一点 那你知道吗 家里如果有一个人念经拜佛 他可以余印给家里所有的每一个人 这是真的 所以你不要看那些出家众 那些出家众 为什么我们有大事情的时候 都需要他们的帮忙 因为出家众 就是专心一意的在念经拜佛 来这个乐业众生 好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 听清文化的水 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的大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哦 也希望呢大家呢不杀生 多吃素 那不要忘记在海洋老师的youtube的 帮我按赞分享以外呢 在我的右下角按订阅小铃当家 接受全部通知 海外的朋友呢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在我视频的正前方有 ASKJENNY888 ASKJENNY888 那所有的资讯都在我视频的正前方 你们可以加入哦 我的官网也在我的正前方 视频的正前方 林海洋官网 谢谢大家 也祝你们平平安安 我们呢要与水共存共荣 希望我们能够喝到 听清文化的水以后呢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谢谢大家